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一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一课讲到了初级开发里边的Design节点 咱们后边讲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ForEats节点 ForEats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它顾名思义ForEats 咱们看到就跟咱们那个代码开发里边的一个循环一样 它其实也是一种循环节点 它是循环什么意思呢 循环一个任务节点 把它分支生成一个动态的生成一些指任务节点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ForEats的作用 它主要运用场景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动态的生成任务嘛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任务节点 就是我根据你传论的一些参数为不同 可以生成不同的任务节点 这些不同任务节点 我还可以定义这些任务节点的一个完成方式 就是什么时候我这个任务就能完成了 还有是我可以定义这些任务节点的一个接收人 这是也非常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一个咱们经常说的一种会签 会签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去发起一项任务 比如说我发起一个审批 比如说是还拿咱们还拿那个请假审批来做比较 比如说发起一个请假 这个请假呢会提交一个提交给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假如就叫咱们就叫他一个审批组 这个审批组里边假如有五个人 只要只要有其中有三个人 审批通过了 其他两个人就不需要审批了 就直接就通过了 就是说这个请假审批就算通过了 这是咱们的一种经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ForEase的一个作用 他能去做一个会签 简单的会签 咱们接着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GPPM里边是如何实现这个ForEase节点 首先是如何画 第二个是如何用 咱们首先建立一个项目 咱们叫做GPPM5 咱们把这个GPPM4删掉 然后把这个关掉 改名称 咱们看一下 咱们首先把这些以前的东西删除掉 这样大家看得更加清晰一点 首先咱们去建立一个GPTL的文件 咱们就叫做ForEase 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 首先 看到了ForEase节点是这个 它和这个Design节点 这个外观看来是一样的 ForEase一般和Joy是成段出现的 它必须是成段出现的 你有分支 就是说有分必有合 你前面分出来 后边必须合到一块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咱们首先画一个 整个流程 开始节点 结束节点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去 定义一个Task节点 然后咱们去想循环这个Task 让它生成 进入这个Task节点以后 去生成好多指任务节点 然后去 再定一个Task 然后进入 循环完这个指任务节点 走完了以后 咱们进入这个Task2节点 然后咱们用这个Task2连接起来 它们连接起来就是一条线的连接 非常简单 然后保存一下 咱们首先讲解一下这个图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去发起一个流程 从10大节点走入以后 直接进入一个ForEach节点 ForEach进入这个Task以后 咱们看起来这是一个Task 它会根据不同条件 生成不同的SubTask 生成一个或多个SubTask节点 这个节点 SubTask是一个分支节点 在图上是看不到的 只有代码里边可以体现 在表结构里边也能体现 然后最后如果这个SubTask 所有执行完了以后 满足咱们的执行完条件以后 咱们执行完条件可以设定 然后就进入照 照直接去进入Task 照一节点不做停留 它只是一种配合的一种标识 直接进入Task2 咱们要做这个实例 就是我去做一个场景 就是下面去做一个Demo 就是我去模拟一种审批 比如说是我去定一个流程 五个人 只要有三个人审批完了以后 就能进入Task2 咱们做这么一个 首先看一下 咱们如何去定义这个Foreach 大家看一下 进入以后 Foreach是报错的 说明这个Foreach还缺一些东西 咱们看一下报错内容 说是没有Ware和印标签 所以说咱们这个Ware和印是必须的 咱们看一下Ware 印 它们两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印就是表示是 咱们看一下刚才 这个印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要循环的一个循环体 这个是一个集合类型的 比如说类似的Set或者Map 或者是一个宿主都可以 或者是一种支付串用逗号割开都可以 这个里边就是一个具体的 其中类似的和Map的一个元素 这是他们俩就是整体 这是一个单个的 表示整体里边的一个部分 这个Foreach特别像咱们用过的GSTL里边的Foreach 咱们看一下 咱们里边去获取一个 这个集合是从咱们那个表里边 会从咱们那个蛋白里边动态里去添加进去了 咱们就叫做Managers 会传为一个Managers变量 具体的每个变量 咱们叫做Managers 这个咱们负值 这个Assignor负给Manag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把Manager的每一个元素都要给它生成一个Task 指任务节点 这个指任务节点把它指定给谁呢 指定给这个Manager这个人 具体的每一个这个Manager集合里边的每一个Manager 大家等会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 这就是完成咱们的一个Foreach的头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个尾 赵尾是怎么设计呢 赵尾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它是表示你这个集合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要这个Foreach要完成这个条件 如何定义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里边 有几个相当于就说会签里边有几个会签基数一样 比如说我会签基数是三 比如说五个人只有三个通过就能 剩批这就写三 比如说五个人有四个通过 这个任务就能结束 就写四 这个是主要是设置这个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会签基数 咱们也让它定义成一个变量 也可以传入进来 这样的话就会更灵活一些 咱们叫它 看它吧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就整个就做成了 定一个K 然后就OK了 咱们可以部署流程 咱们还是去复制一个controller 咱们这个controller就叫ForeachController 这里边叫Foreach Fore吧 首先部署这个流程 然后去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流程的时候 咱们要看一下 就是我要传入这个manager这个集合 比如 咱们里边有个类似的集合 类似的是twin 类型的集合 这个集合 当然这个集合是有各种类型的 是包括那个其他的 比如字幕串也好 数组也好 都可以 咱们是类似的 方便一些 咱们就用list 比如说 咱们会签人 有几个呢 曾三是一个 李四算一个 王五算一个 咱们就为了做方便一点 咱们就定义三个人 然后把这个map里边 咱们把这个manager设计来 and this 咱们就把这个list放进来 map咱们这边是object里 这样才能把这个list放进来 然后map里边咱们再put一个count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会钱基数的一个东西 咱们count 咱们定义成三个人 比如说有两个人 审批完了 咱就可以通过 这个就是会钱基数 然后把这个map传递进来 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完了以后 咱们就会去获取这个流程 就是咱们看一下到底这个 张三 李四 王五 他们三个人 是否都拿到了一个流程任务 咱们看一下 然后咱们有一个方法 叫task能获取到这个 咱们拿task service 有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find persons task 就是咱们看一下张三 他有没有任务 李四有没有任务 王五有没有任务 他们返回是列式的task结合 列式的一 张三 咱们把张三 这个 列式 咱们让它输出一下这个list 点size 它的各大小 然后再加上列式的 这个任务的id 就是我这个任务 到底是id是多少 它只有一个任务 咱们只拿了任务的1就行 这是张三 那同样 咱们说出李四和王五的 这叫列式2 这里是3 然后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拿任务的过程 拿完了以后 咱们肯定要去完成一个任务 complete 咱们看这个会签到底能实现不 就说我complete两个任务的时候 这个任务节点是否能到达这个task2 节点 就是咱们说的刚才看到的就是 如果这个任务完了以后 咱们能够到达task2 节点 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这其中三个任务 只拿着只完成两个 咱就能到达这个task2 咱们就完成了 咱们这写个complete的方法 咱们叫做complete 这个方法 等会咱们去补充 咱们这个就是叫complete 通过任务id 去完成任务 这个是没有返回值的 咱们把张三 理事的都完成 然后王五的不完成 咱们看看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 基本都写完了以后 咱们去部署完 部署这个流程 然后启动 启动完了以后 咱们首先部署流程 for 这次是for for for 都不说流程 不说流程 咱们打个断点 这次应该是可以的 OK进来了 咱们走 部署完流程没问题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里边 是这一项 诶 是这一项 for for 一次没问题 然后发起一个流程实例 是他 流程实例发起了以后 咱们叫是这个 咱们发完起流程实例以后 咱们首先在数据库里边看一下 它跟咱们平时的那种流程实例 有什么区别呢 就这种 生成多个subtask的这种方式 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以前这种流程 比如说是咱们这个 decision 刚才讲decision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一条是一条的 看到了吗 每一个流程实例的ID 都是这里边都会有 但是这个不拖意是不同的 它一看咱们发起一个 刚才只 会是只发起一个流程实例吧 那它会产生四条流程实例 发起了一个流程 但是产生四条流程实例 一个是组的 大家看到这个组的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 首先看它这个没有active 节点 而且和这个subtask的明显区别是 看subtask的后边是123 相当于是它这个主节点 前面这段都是一样的 后边只是subtask的一个 流程实例的ID 它会给它分配一个 相当于这个流程实例的ID 是它的指ID 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个就是它的区别 当然咱们从酷里边也能看到 它这个当前所在的任务 其实都在task的E了 这三个流程实例 都在task的E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这个只能看到它这个 当前所在的任务节点 咱们看一下 从这个task里边看一下 张三里是王五 他这个三个人 是否真正的拿到了任务 咱们看一下 咱们没打断点 咱们看一下输出 看见了吗 是三个 张三拿到了一个任务 他的任务实例是这么个 李四拿到了一个 他的任务ID是这么个 王五也拿到了一个 也就是说 我发起了一个任务 会生成三个指任务 这三个指任务 有独立的任务ID 但是他们三个指任务 就同属于一个大的一个任务 这是叫task1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三个指任务 就分布给了三个人 张三李四王五 我都能看到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再给大家理一遍 这块比较难理解啊 就是我发起了一个for each 用for each 去发起了一个任务实例 发起了以后 这经过for each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是个分散器 蹭一下 根据你传入的变量或者集合 我把给每集合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都分配了个任务 这个取决于主要是 给到分配任务 主要是用这个标签 我用osanner去分配了一个任务 给每一个集合里边每个元素分配任务以后 在集合里边每个元素 就会拿到这个任务的一个子任务 记住是子任务 张三李四王五拿到的是子任务 他们三个的子任务 又同属一个副任务 一个大任务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关系 他们三个子任务 有独立的任务ID 刚才看到了 流程那个实例 他们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刚才看到的表结构的关系 然后咱们去完成任务 咱们看一下 咱们把张三和李四的完成以后 咱们刚才设计的那个 省批的一个基础 相当于是完成的一个基础 完成的一个条件 就是完成两个count 设计是2 也就是说我 只要张三李四完成了以后 或者是张三王五 只要是这三个人里边两个人完成以后 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就走到了下个节点 咱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任务所在的节点吧 让大家看的清楚一点 首先看一下这个任务的节点 刚才咱们裤里边看的是他这个E 他这个E没问题 你说这个任务 其实还是他这个E节点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张三王李四完成以后 是否只能达到他这个二节点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complete 就是张三李四完成 咱们走一下 我打个断点 走进来 把这些清空调 第一个张三的任务完成了 这些都完成了 张三完了李四完成 完成以后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个效果 首先看一下酷里边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看没有了 这复一次三个节点整个没有了 复一次现在就有一个复一次吧 而且当前节点应该是在task2 看值任务都没有了 咱们看一下是否是在task2 咱们用这个去闹出方法去查询一下 是没有错是在task2节点 这就说明了就是说达到了一个会签的目的 也就是说咱们开始想象的一种目的 一种我去发起一个任务 生成几个指任务 这几个指任务 我能设定它到底是怎么情况下才能算是这个任务去完成了 这个指任务完成的个数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for each的作用 它最大作用就是生成指任务 这是一个 然后灵活应用在咱们的会签业务上 还可以应用在其他业务上 比如说我去公司有很多部门 这个部门我不能去每个部门去生成一个 定一个流程这个JPDR的文件嘛 这样非常复杂 我就定一个 这个一个里边就包含了一个节点 然后我去动态的传入一个集合 把每个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都给传进去 这样我可以给每个部门的人去生成一个任务 这他们都完成了以后 这个里边完全可以是三 就是说我三个任务 三个人都完成了以后 这才能完成 或者是直接就是类似的 点Side 直接就是类似的它的Side 这会更方便 就是说我只有这些人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往下走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种选择 这个就是咱们for each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是一个循环生成指节点的作用 咱们这节课主要讲了一个for each节点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